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很高兴呢 在此给大家带来一个技术分享 然后首先先简单的一个做我介绍 然后我是来自阿里云的赵庆杰 目前是在云烟生产队做韩式计算 然后我本次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FAS和Depro还有K8S三者的一个技术的融合 来去构建我们阿里内部的一个研发 SOS的研发体系 本次分享呢 翻三个方面 就是第一个是需求一个挑战 然后基于这个挑战 我们做了一套的一个技术架构 然后基于这个架构呢 我们又做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场景 对 在分享的需求挑战之前呢 我先简单说一下 我们整起了一个FAS的一个功能的概览图 也是给大家一个体感 就是我们FAS有哪些功能 首先呢 是对最上层的是我们和用户 最有相关性的是我们的用户工具链 这一套呢 是我们是基于了 我们目前的一个新的一个 Cellular Style这个研发体系 去构建了一个开源的一个 Cellular S的一个研发的体系工具链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去做贡献 然后去开发自己的一些 Cellular S的一个部署的插件 它是一个无厂商的 无厂商锁镜的一个生态环境 所以这一套也是我们重简发力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接入层 接入层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实践员 这个也是和目前的大力云像 20多个产品做了一个集成 可以无缝的去触发我们的函视计算 然后呢 第三层 是我们的Round Time级别的一个层面 就是说它是支持了我们实际中的一个语言 并且我们也是支持了一个资金意义的一个环境 或者是资金意镜像来去更大化的支持用户 去资金意义自己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函数环境 然后最下面两层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能力 就是我们的一个高可用 我们的一个系统负载 系统负载一个角度等等 这也是还有我们最下层的基础的一个机器资源 还有我们的网络通信等等 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 主要是给通过这幅图呢 我就给大家一个喜感 就是我们FaaS能干哪些事情 然后呢 我们当然这是整体的一个FaaS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我不可能是在这一 这次翻详是翻详每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主要是还是翻详两个 针对性的一个万奇吧 就是说首先呢 第一个万奇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层的一个管理 就是这是我的也做了一个总结 为什么有一个资源层的管理呢 首先是随着我们的环境越来复杂 其实对我们来说 FaaS特别是对FaaS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是我们资源池的一个共享 我们不仅就相当于是慢慢的去扩大我们资源池 并且我们也能通过环跑或者环步的能力 去提高我们的一个机器资源池的一个利用率 这才是我们一个Cellularize场景下的一个对达的一个价值化 但是它会面临这两方面的万奇吧 首先是一个管理上的一个万奇 就是说首先比如说在缓步环境下 缓跑的环境下缓和云 就是它的aaS的接口是不同意的 因为它是比如说它包含了各个厂商啊 是比如说一些友商的一些API接口 和我们阿里有一些接口是不一致的 然后给我们是造成了一些接口不统一的一些管理成败 并且它的机型也是不一致的 规一化也不是规一化的 还有操作系统等等 这对我们这个管理的成败是非常高的 另外我们资源利用率 我们想去和其他的非FaaS的一些产品 非FaaS的一些业务去共享资源 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并且我们是还有平台间的一些云产品的一些共享 我们都是还非常难达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在FaaS场景的一个 对资源层一个核心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诉求 对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Round Time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运行在我们函数上 运行在我们的FaaS场景的函数 函数它要去和FaaS做一个连通的 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函数 就是逻辑非常简单 比如说它读数据或者是处理数据 然后再传取数据 其实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几行代码或者十几行代码我们就可以搞进 但是呢他们依赖了比如说数据库 我们要加载数据库要首先要用SGK 或者是用了一个传组对象 对象传组等等都用SGK 那本来我们代码就是十几行的代码非常小的 但是我们要依赖这个库的话 我们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兆级别的 或者是百兆级别的 然后并且的它的运维的成本也非常高 比如说它的一个百倍升级啊等等 这堆是都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难骑 就是说因为这个代码包的大小 它会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一个 能启动的一个时间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齐的一个 PASS层的一个两个万骑 然后我们针对这两个万骑呢 两个主要一个诉求或万骑呢 去做了我们两套一个 两套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基因方案就是我们通过 PASS ON K8S这个层面 这个方案我们去解决我们资源层的一个管理 是时效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管理的PASS层的一些机器 如果我们是重新搭建一套的话 我们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通过DAPR 一个开源的一个工程 DAPR 然后我们基于PASS来去做我们解决我们这个 和PASS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连接问题 对 首先我接下来翻详就是PASS ON K8S的这一个套 技术方案 在翻详之前也简单说下在开源社区里面的PASS的一些场景 比如说我们OpenPASS或者一些其他Fashion 比如说这种PASS的一些开源的工程 它是一个特性就是它是基于K8S 并且是深度的集成利用了K8S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它用Diploma或者一些就做了一些应用层的 或者函数层的一个编排 然后并且也是完全基于TablePASS的进行一个启动函数等等 但是这些应用版读不了我们这一些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的现在我们总结了有三个问题吧 就是函数多版本多 然后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基于原生K8S的话 它受限于我们的ETCG的传组的一些性能的瓶颈 它达不到我们预期的非常好的一个性能的效果 并且它的容量我们也是很难去企及的达到我们这个容量的 另外就是小我们的特别是Fast场景 我们需要是小规格 并且我们的人气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单减的一个物理机我们能达到上千个小容器 但是在K8S这个场景下 我们测试过就是一个node的节减 就是说我们用了400个POD 启动了400个POD 对K8S的这个性能瓶颈就非常明显了 就非常慢并且已经出现了非常旱的一个情况 就达不到我们的预期的一个效果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Fast场景的一个启动块 这是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特性 因为它关系到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性能的一个瓶颈 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基于了K8S这套原生的方案的话 我们才能达到我们一个高密度的一个启动部署 并且我们启动块的一个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对所以我们也没有基于我们开源的一些方案的 去构建一个Fast系统 然后我们基于此 我们是构建了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道特殊的 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方案吧 然后首先我们这个套方案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整体的架构 首先翻两层 这两层最下层你可以看到 是我们的一个K8S的一个管理的范畴 最上层是我们一个Fast的一个系统 我们的管理范畴 这两层的课解是最下层K8S它只管理它的POD 你可以看到我们用AutoScaler 然后去管理我们的POD 它的管理生命周期等等 但是它里面的容器 它不是原生的K8S里面的容器 它这个容器它是属于我们上层的一个Fast 去做的管理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容器的这个函数的翻身 也是每一个小的容器 这个容器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完全是我们的函数的焦度中心在去管理 然后它会去把这些的小容器和POD的一些关系 会传除到我们自己的属于上层的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KY6传除 我们等等性能更好的一些传除 并且它是结合了我们的函数的原数据做了一个传除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做一些性能的优化 比如换台的优化等等 然后上层的一个网关的数据链路 你可以看到它直接是到网关协议带到流量管理之后 它直接是流量到了我们的函数 每一个函数 它没有经过KY6的运作的一些 比如说Proxy或者是Service的力度的一些体系 它直接到达了我们的函数 对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能达到两个效果 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统一界面 能以KY6作为云的一个操作界面 它帮我们去频率 叫AS等一个复杂性 然后我们上层是基于我们自己 我们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性能优化 其容量的一个性能优化 能达到我们整体的一个三个目标 就是性能好 比如容量大 并且我们的业务也非常繁多 这是一个FAST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接受我会细说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技术方案 首先是我们的容器侧的一个技术方案 这一个图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也是把一个node解减 整体的一个架构图做了一个放大 你可以最大框的是我们一个node的一个管理的范畴 里面是很多的一个pod 然后我把我把持统一个pod作为一个放大 然后这个一个是我们pod里面的一个数据链路 和管控链路 可以看到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首先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容器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pod的一个主容器 我们叫agent 这个agent它是负责管理了 它是负责管理这些function的一个小容器 它是管理它的生命周期 然后它会接收我们上层的一个fccontainer的一个 一些角度容器角度策略 去通过命令下发到我们一顶的一顶的 再去管理这些容器 然后我们的数据链路 同样也是经过通过apsl 我先转发到我们的agent上 agent上再通过是转发到我们的函数上 然后函数它是它的网络内部链接 它是通过我们内部的一个小的虚拟内网 然后去构建我们整体一个网络 它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做一个外网的去访问等等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网络的 内部的一个容器的容器测的一个架构图 通过这个当然我们每一个改动 或者每一个接口的改动 或者创建实力 我们都是基于标准的一个开源 比如说我们资源限制 网上进入了cgroup的一个能力 还有我们的网络 我们是进了cr接口 然后做了一个interface 一个net manager 去负责内部网络管理 就是还有我们的容器 我们也是容器的创建 我们也是基于continent g continent g的接口 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管理容器的能力 所以我们这整体的一套方案 不只是在我们阿里云内部的一个能跑起来 就是在外面的 我们只是只需要部署我们的几个组件 完全能跑出来 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方案的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一下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来达到我们资源管理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这张图 你可以看是我们有我们的 可以看就是首先第一个节点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和其他的炮的 非fast的炮做一个管部 然后就拿一个比较神像的例子 就是我们一个集装箱 我们通过集装箱的一个机制 每个集装箱都是相当一个炮的 然后我们在炮的上 通过集装箱来去给我们fast的一块资源 这资源的里面的内部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实力管理 是通过是我们是部署了HFC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实力 对 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个炮的 它也可以也是一个细绿度的一个小炮的 这个炮的里面的容器还是可以去占用 这样的效果就是可以和别的资源进行完跑 完步也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毛脚料的一个效果 能达到提高我们整体的资源利用率 当然我们这个里面的函数的里面的资源还是受限的 我们还是受基于cgroup下 cgroup的一个能力去限制我们资源 当然我们的路径可以看到左侧的路径 我们还是基于paw的里面 下面我们去做了一些agent的限制 agent的资源或者是我们的send com函数 都是基于cgroup下的怎么路去做了一些限制 对 所以这整体的方案是一个标准来开源的 对 这是我们的网络网络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基于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网络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paw的内部吧 还是和原生的paw的网络是一样的 我们是共享那个网络的namespace 但是里面的容器呢 我们通过了一个fast的一个 我们其实我们是交用了continent的接口 然后就创建我们的容器 然后这些网卡或者是虚拟网卡等等 都是基于continent的一个docker容器的许个方式去创建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建的一个流程 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把kipas帮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 我们是单独是在我们的agent里面做了实现一套的一个创建容器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优化 比如说去并发的创建网络 并发的创建那个容器等等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 进一步的加速我们的一个启动 这个是比kipas原生的速度更快的更多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部分一个创新吧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融材这个架构 其实就是我们基于kipas 但是我们又不能受限于kipas的一个晚进性 所以我们下层呢 我们我简单化就是上层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函数的一个角度系统 我没有画出来大部分的一些组件 只是写了一个函数角度 下层呢我们是基于了多kipas群 比如说我任何的一个kipas群挂叫都不受 不会影响除非它所有的群kipas群挂叫的我们 但是呢我们也做了一步就是说 我们即使所有的kipas群挂叫之后 我们仍然去使用我们ECS的 或者一些物理机的一些自建的一些池子 对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我们 我们整体的一个FC系统的一个晚进性 对 然后呢带着就是我们一个加速方案 就是说即使我们采用了我们炮子里面的一些容器 去自己去启动 这个虽然能达到我们的一个性能的预期 但是呢我们对炮的来说 炮的一个启动它还是没有级别的 这也是它如果碰到了 比如说炮的这个资源池的用完了 我们也心愿会碰到一个冷启动 所以我们战略这种场景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炮的一个加速方案 这个加速方案呢也 我们叫一个翻两层的一个级别 就是把实力翻成了两层 一个是线上实力 另外一个是机功耗的实力 机功耗的实力呢 我们会把比如说它的内团的占用率 或者是那非常的小 可以忽略不计 然后呢等我们的战略的我们流量需要来了 比如说需要扩容了 我们会把我们的低功耗的一些缓弹 那些实力去快速的做一个swap 一个加载 比如说然后加速我们整体的一个能启动 我们正常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加速我们整个的池子的一个 就像炮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能力 对这个也是在我们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场景下 是非常有效果的 并且能达到整体就是达到了我们效果 能是毫秒级集结的能启动一个是一个炮的 这个是我们预计比原生的秒级别是提高了 很多的很大的一个量级 对 好这个是其实就是我对一个fast onkipers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载扫 但是呢就是这整体的方案在我们集团内呢 就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整体的一个核数级别是10万级别的以上的一个核数吧 然后我们整体的业务也跑得非常多的业务 也支持了一个双十一的一些大兔的业务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层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dipro和fast的一个结合 对首先说一下我们为什么用dipro这个东 这个这套方案去解决我们哪些问题 刚刚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是我们函数呢 它会去教用我们bus的一些中间件服务 但你可以看我们左边的一张图呢 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网络链接啊 或者是教用嘛 一个函数 比如说它依赖了三四个五六个的一个中间件 这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 它会无形的给我们这个整个函数都增加了一个复杂性 并且有些的语言级别的 比如说我某一个中间件它只支持了Java 但是它没有支持Python等等 它如果Python的函数就没法去教用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 在我们之前呢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右侧的一个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progressy 这个progressy呢 就将于把刚刚的一些和中间件的能力呢 下沉到了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节俭上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简单化我们的一个函数 我们把函数的像下围的信息里面 比如说context里面 我们直接把我们一些客户端放到我们context里面 函数直接去拿到通过context 拿到这个客户端来去直接使用我们的一些中间这样的一件方法能力 但是这里面有个坏处是什么呢 它是中心化的部署 如果首先它是浪费成机器成板部署 并且它是影响面比较大 比如说某一个机群或者中心化进行挂了 或者升级 它会影响了所有的函数的一个教育 这对我们的一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为了更把米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考虑了Depro Depro用Depro之前 我和Depro简单的介绍一下Depro这个 这套开源方案吧 首先这一套是开源方案是微软的一个开源产品 并且我们阿里内部也是三度了参与 然后它的一个特性呢 它是首先它是把上层抽象出来一个API 一个做了一个API一个抽象 然后就相当于它是比如说某一类的消息 比如某一类的中间件 它是统一成一个接口 比如说消息类 消息类有很多嘛 把阿蘇给它或者是MIS 或者是各种的那个消息类的一些产品 它是能力虽然是一致的一致但是它接口都是不一致不一样的 这是对给用户侧带来很大的一些不友好的编程能力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API机制呢 抽象是对消息类抽象是公用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每个消息类的产品就基于这个接口 去做一些那个扩展开发 然后呢对上层的函数来说 它只是简单的使用我们一个标两化的接口 而不无需去考虑适配不同的消息类的一些中间件 对 通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可以在开发时面向的用户的编程能力更简单化 然后运行时呢 我们可以按需去配置 按需激活去激活我们的一些中间件 对 这个可以 这个图也可以非常神像的说明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能量 首先这个左边的是我们一些目前支持的一些语言 下层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哪些公司 这也是参与了我们Depr的一个研发 并且支持了一些各类的一些中间件扩展 然后右侧就是说我们可以APP呢 它可以不用再改代码 或者是任何代码的情况下 我们去更换我们一些中间件 比如说我们去更换我们的Redis啊 或者是这种KVL前处啊等等 然后但是我们代码都无需改动 通过这种标准化接口来简化我们的函数的一个能力 这是Depr的一个模块的一些结构 就首先可以看呢 对上层是我们一个Depr的 就算是我们的函数的一个教用 它会去集成一个Depr的IGK 这个IGK和我们之前刚刚说的那个每一个中间件的IGK是不一样 它是统一化的一个IGK这个IGK并且是非常固定不变 或者是变化不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IGK吧 就是说下层呢 因为它是只是就是一层的 它不是和每一相当于是每一个产品或者是都有IGK 它是就一套 Depr的IGK就是一套的IGK 然后下层呢 它可以比如说在中间呢 我们可以去开发一些公共的能力 比如说观色性啊 安全啊 或者是这些邦境一些能力都可以做一些公共的一些支持 然后呢 最下层就是我们的一些中间件的一个各个能力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Redis Modb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可以归类为一些团处类的 或者消息类的一些接口 然后呢 就像接口之后呢 每一个不同的厂商或者不同的中间件 去基于这个接口去做一些实现 然后我们上层只需要我们这些基于OpenPI 再加上我们的Component机制去按需加载 去使用我们的一些中间件 对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Depr SDK的一个目前一个状态啊 这个是我们也是在集团内也是实现了用Python Java还有Net等等这些语言的是实现 对 这个就不细说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Depr的一个架构能力吧 首先呢 它其实刚刚我大部分我们也我只是说了就是Depr它的出口能力 就是说函数基于Depr然后呢再去教用我们一些中间件 这是一个相当于出口的能力 但是呢Depr它同样也有些入口能力 入口能力就相当于它会下发命令或者是去做一些升级 或者是做一些配置的变更等等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看上层啊 就是说上层相当于是我们的控制面控制面呢 它是能找到我们所有的Depr注册的一个信息 然后通过注册的信息 然后去连上我们的Depr 然后去下发我们一些命令或者需求等等 然后通过Depr去Depr收到命令之后 它会根据Depr下发的命令去做一些执行一些动作 这是相当于是入口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出口就相当于它会去教用 就函数呢就是Application Code 就会去通过我们的API去JRPC API和ACP API等 去教用我们一些中间价能力 这是我们一个Depr的一个对积极的一个能力 能力这个架构图吧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Depr 就是Depr呢它的优势场景什么呢 就是它给特别是函数之类的一个语言的这个场景 做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编程企业 就是函数呢它不再去考虑SGK的一个加载成板 并且它是不再考虑不同类 同一类的一些那个中间件的一些区别 它只是面上了一个接口去编程 面上了一个统一的接口编程 然后呢它的生态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通过这种生态机制 它屏蔽了很多屏蔽了一些很多的几层的 不需要开发者去关心的一些问题 对它和当然它也和ServiceMesh是有一些差异点的 首先ServiceMesh它是更紧疼一些 就是它会专注一些服务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场景 但是Depr呢它是一个SGK 它的能力范围是非常广的 并且它是完全是基于一个FiveMesh的一个原语去做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场景首先是是有些区别 并且它的工作原理也是很大的区别 比如ServiceMesh它是原协议转发 就是说它是零侵入代码的 它可以 但是Depr呢它是一个需要侵入用户代码的 就是说用户它要是3377的去使用它的SGK 然后通过它的IPI去做我们一些功能 就是说它要感知到我们Depr的存在 这是很大的区别 另外就是面向的领域不一样 ServiceMesh它是专队的传统服务的一些无侵入的一个升级 做了这种能力 但是Depr呢它是面向的一个开发者 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只是提高它的一个编程的一个企业 对 这是我们在Depr我们在阿里内部已经集成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首先呢比如说我们HSF微服务的一些场景MEDICULE TL在达曼的这都是我们一些集团内的一些场景 然后一些场景的一些中间件 还有我们商业化这些场景 比如Depr或者HF这个那个RedisACM等等 还有开源的这Redis 这都是我们目前已经支持了的一些中间件 那么通过Depr我们直接可以教育它 另外就是我们这些每一个产品 比如说这每一个比如说HSF或者TL 它里面的能力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机制 比如说TL吧 TL它PUT的GET这些Delete的这些标准性的接口 我们也建议了这些接口 这接口呢实现我们也是针对TL去做了一个扩展 也实现了每一个可用的一个高扩展的一个方法能力 对 还有Depr我这里就不用细说了 对 然后呢我们基因整齐了一个Depr再加上呢我们这个Fast场景 也就解决我们刚刚我们在我们这些PPC说的就是说 解决的我们这个万奇吧 就是我们结合做了一个非常三度的一个结合 首先呢最上层呢就是我们的一个FunctionCompute的一个GitV 然后呢它会去教用到把流量瞎发到我们的函数 函数然后我们函数都可以通过我们的Depr来去 可以去教用我们一个Depr 这个Depr呢它是通过你可以看 首先我们是部署的整体一个POD里面 然后Depr以SATCHI形式呢在POD里面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去简化我们一个Code的一个逻辑 把我们所有的中间间的一个能力的就落到我们的这个Depr的SATCHI上 比如说我们一些环境标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升级啊 完全就是降在我们这个Depr上完全不需要 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版本的升级或者是Depr的升级 我们完全不需要去更新我们的整体的函数的实力 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DeprSATCHI或者是通过Depr的一个控制面 去下发一些命令等等 然后呢并且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性能优化 比如说加上一些缓传啊来缓传到我们一些那个关系图啊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Mapping的数据等等 这都是能加速我们整体的一个能挤动 整体的一个热数据的一个性能 然后呢后端它是支持了我们一些各类的一些Bus服务啊 这个Bus服务我就不许说了 反正就是整体的我们整体的这套方案吧 也是在集团内对广的一个方案 这也是我们因为在特别是核心链路的场景下 这个Depr是我们必不缺少的一个模块一个机制 对接下来就是我一个案例的一个翻向的案例场景吧 首先这个案例场景是我们主要是翻两大块 整个Cellular场景是海人计算还有Cellular的一个APP引擎 基于我们这两套的方案我们上层呢支持了很多的一些业务场景 比如照火还有单起应用非不顾这些场景 对这个我就不目细说了 主要是能基于我们Cellular场景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 对我主要是和大家介绍三种吧 就是首先我们一个推荐的一个场景 但推荐的场景呢是可以看的啊 就是说这是没有在Cellular之前呢 我们是整体的一个推荐场景 就是每个人都会去做一套整套流程 比如说他去做一个推荐场景 他会自己找到的一个框架图框架吧 就是夹在框架图框架就叫什么接口啊等等 他都会去自己这个owner他会自己去找去摸索去学习等等 在学习成本是非常高的 并且的效率也非常差的 他去比如说要和网关交互啊 还有下层BUS交互啊等等 都要去自己去学习 然后去摸索然后去使用 然后我们这整套了做一套了 经过基于FAS这个场景做了整契的一个模板的一个新的研发流程 你用户只需要可以看到每一个函数 这每一个函数呢都内部都是 每一个小的一个场景都是一个函数 这函数的一些框架能力都是 我们都是已经给他翻好的一些看Tags 或者一个一定Dapper就做了一些集成等等 用户只需要写函数的代码 就可以完成一个这种推荐场景的函数 就是说最后的我们研发流程可以简化为 就是选择函数模板自动创建GATE 然后实践函数 桥石函数 然后发布上线 这对我们的一个整体的研发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对 然后这个推荐场景的场景也非常大 因为就是说我们特别是阿里 你会有些很多的一些商品推荐呀 或者是上那个有用的就是信息的推荐等等 都是利用我们这套框架去实现的 我们也支持了一个双十一的一些业务 通过这种方案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数据的一个翻锡的一个能力吧 这个就相当于是特别是对Trigger类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对形象的就两个例子 一个是卡巴卡的数据 它的数据要如果做一个处理的话是非常复杂的 你要去管理它的向下游的一个容量啊 去扩容啊 线流等等 然后用网线去算我们无缝的可以支持它 就做用户只需要写函数 剩下的扩缩容啊 或者是运维都需要我们还是计算帮他们去搞定了 然后OS类似对象传逐也是一样 你上传啊 完键之后想做一些处理 完全我们是基于这个Trigger 就比如说我们基于一个Upload的事件 它上传完之后 我们接着对这个事件做一个完键 做一个尺寸的一个加压缩啊 或者是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完键的一个处理 然后加一些水印等等 这都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并且我们可以我们也进入了CGN的一个刷新的能力 我们无缝是对接了一个CGN的能力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的场景 这个场景 也是应用非常广泛 这个是占比我们整体的一个资源量也是非常大的 对 这个场景是我们一个前端场景 这个前端的场景呢 在我们集团内特别是陶系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2C端的一些特别的应用 非常广泛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个BFF层 这一层大家应该旅果切入前端的 大家应该了解 它的功能就是说去聚合一些数据 然后去整理一些数据 然后输出在我们的一个扣端上或者一页面上 这个如果之前呢 在之前的老方啊 就是用户他需要去考虑到整体的一个研发流程啊 外部的搭建啊 他接口还扩缩容等等一些运维的各项操作 然后他如果他转化了我们的HiveSea的使用函数上 我们就非常简单 用户只需要写函数 其他的运维操作 我们HiveSea完全帮他们去搞进了 就是这个也是利用了一个Depro的一个能力 他去教用中间键 或者教用的一个数据的能力 还有还有我们那个数据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我们一个本来是一个客户端 他的客户端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把我们的一些业务逻辑呢 下沉到我们的一个服务端上 服务端其实就用了函数式实现 然后通过函数去做一个简化我们的一个端 一个能力 对 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简化数据数据我们的客户端 另外就是我们的云端一级化的研发 还有我们的SS加速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寒光的一个场景吧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用函数去做一些性能的一个拓展能力 就相当于是加载和CGN做一个配合 然后达到我们的手评的一个加速 对 我的最少我的一个分享大起都这些 我很高兴的和大家一个分享 然后后续大家对我们这个场景的硬核的一个建议 或者是沟通万起都可以随时和我沟通 给我留言 或者是我都非常乐意和大家共同的一个探讨和讨问 对 谢谢 感谢观看